老五之图库,叔父吃侄女,儿子吃父亲,父母吃儿子,母亲生吃女儿肉,父亲杀吃亲生儿子,哥哥杀吃弟弟。 哗哗哗不语,这段画摘自一代物理学泰的树心北在六十年代写给组织的思想汇报,独知令人不寒而栗。 朱韵汉,日本画家送一幅马食草图给周恩来,周说,这准是一匹虾马,其他人说,他的眼睛是睁开的,周说,正因为他睁着眼睛,所以才是虾马,不虾的马吃草食是闭着眼睛的,因为他怕眼睛被草间刺伤,将亲文俊赶来,道,我认为画得最出色的是眼睛,炯炯有神,你看呢,总理周说,我也认为画得最好的是眼睛。 徐兴,此话意味深长,或可取名,体质自强。 江西巡抚,发现一个规律,但凡以九四九以前的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到十二,九到西安事变到四十七年反饥饿反内战,都是爱国运动。 而一九四九后,所有的学生运动都是反动的,都是肥爱国的,甚至都是境外势力煽动的。 我忍不住思考,为时要建国以后,学生就变坏了呢。 阿平漫画一周来,中国男人长势的形象,红黄蓝事件中受害儿童沉默的父亲们,安静地带着妻儿被赶出北京的丈夫们,穿着制服执行驱赶任务的冷血男儿们,为妾儿童的叔叔医生和爷爷医生们。 阿平都快话不过来了。 高惠明,六十七年三月四日,一位妇女来到驻印度美国大使馆,说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要求政治避难。 当时使馆人员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她之前已结了两次婚,后来不顾苏联当局的反对嫁给了一名印度人,可那人很快不明不白地死了。 她借去印度丈夫叛逃美国,公开反对苏联,并完全否定斯大林。 85岁实在没逝世,大家都知道吸毒是坏事,必须要戒毒,历史很诡秘,有时候戒毒反而带来更大灾难。 一国看上这种极小概率事件是多倒霉。 张学明在虚数张学良两次戒毒情况后,身为感慨地说,没有第二次戒毒的成功。 我大哥就不可能第二次上任,也就不可能在三年后的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一位民国先生,往来东方西方,常穿布衣长衫,偶尔领带西装,说话能中能外,处事可图可养,黄酒红酒白酒,面包米饭醋凉,牛排咖啡火锅,奶油酸菜鸡汤。 观看金石子集,石坦科学理想,石腰谷金中外,打通西胸平常。 朱运和飞机种,美国,Ari,Zona的沙漠里,有一个2600英亩的飞机坟墓,里面全是各种退役的飞机。 刘云博士,官员财产公开是世界通行做法,是遏制腐败行之有效的制度,也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最低道德要求。 我国自1987年首次提出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至今未能进入立法程序。